台灣一年一度的羽球盛會 2023台北羽球公開賽 6月20日至25日 就要在台北市立大學 天母校區體育館點燃戰火 地主中華隊精銳進出 由台灣球後戴茲穎 台灣一哥周天成領軍 立抗來自日本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尼等24個國家的好手 力拚把冠軍留在台灣 亞運的代表隊 全員都會參加我們的 台北羽球公開賽 那再來就是說日本的 也派出他們最強的 前三名的單打選手 都來到台灣來了 永遠支持我們台灣的選手 能夠在這次的台北公開賽 把最好的成績留在我們台灣 今年適逢亞運年 2023台北羽球公開賽 也從過往的9月提前至6月 不僅是9月杭州亞運的前哨戰 更是世界羽球聯盟BWF 超級300系列 亞洲區賽事的第一戰 吸引各國好手齊聚一堂 除了要拚獎金 更要搶2024巴黎奧運的參賽積分 那我們今年也特別 跟世宇聯申請了BW Super 100 他們都不用出國出去 來與世界各國來一起參賽 台北羽球公開賽 從1980年舉辦至今 為台灣孕育出許多羽球好手 在記者會上藝人鍋子前除了秀出拿手的模仿秀 也與民權國小的小選手們一起為參賽球員加油 這一群小小選手們也期望有朝一日能跟偶像看齊 站上世界舞台奮力揮拍 參加奧運 當場國手拿奧運關鍵 讓別人都打不贏自己 2023台北羽球公開賽適逢端午家節 今年更首次開放場外LED大螢幕看直播球賽 就算買不到票 也能在場外一起為選手加油吶喊捍衛主場 邊吃粽子邊享受國際羽球饗宴